音乐舞国界歌声是最温暖的语言 由大洛杉矶台湾会馆 精心筹办的2019年亚洲音乐节 使用多元的亚洲音乐 要跟华人朋友一同欢庆亚裔传统乐 帮助创造一个非常融洽 而且非常有多元文化的一个社区 同时也可以说是让我们台湾传统州的活动 让它更国际化 让它能够结合亚裔传统乐 使我们美国主流社会能够了解到 台湾文化以及亚洲文化的一些精髓 这一次这两组的 就是台湾跟韩国的团的乐器的组合 算是比较特别的乐器组合 不是一般的三重奏 所以在曲目的编排上面 我们也有很多比较特别的作曲家来作为合作 以及帮他们编列曲子 已连续举办三届的亚洲音乐节 表演内容不断创新 今年更邀请到台湾 日本韩国与菲律宾四个国家的代表团队 联合表演三重奏 不仅提供亚裔音乐家独一无二的合作平台 以国际化的方式与美国主流文化进行交流 而亚裔音乐与亚裔传统乐相结合 也能让亚裔民众更加团结 因此大洛杉矶台湾会馆邀请民众在6月1号 一同来亚凯迪亚市社区教堂 感受儿目一新的音乐饗宴 东森新闻李中夭徐文岳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